纳欧米又打人 男友偷吃打司机出气 综合名模界超过20年的黑珍珠 纳欧米再次因为动手打人 登上新闻版面 前天司机到纽约曼哈顿的饭店接他 这名司机曾是纳欧米富豪男友的专属司机 他质疑司机掩护男友偷吃 猛K他的头 害司机头部撞到方向盘 司机立即停车向交管人员申诉 没等警员到来纳欧米就离开 他后来和司机和解 检方不起诉 过去十年来 惨遭纳欧米殴打过的苦主超过十人 他甚至穿上写着 纳欧米打我的上衣自嘲 07年他用钻石黑莓机丢助理 被罚做社区服务 扫厕所和拖地五天 显然处罚没有效果 08年又应在机场遗失行李 对警察动粗 直接闹上警局 纳欧米上个月在伦敦主办慈善活动 为海地募款 企图洗刷暴力形象 不过这些努力再次因为情绪失控而破功 东新闻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